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题目叫做大卫首刑约柜 在《十母义记》下6章1到10节 既然有首刑约柜是第二次 第五章讲到 他就做了几件事 大家记得就是首先他就将这个 京城我们叫首都 他就从犹大南边的希伯伦 搬了上去北边 严格来说是变雅敏这个支派的 跟犹大支派接壤 但是他属于变雅敏制派 就是属于当时 上一任王的支派的 耶路撒冷 这个是供取了他 那时候有些耶布斯人 是不是很难供的 二手难供 但是大卫都供了上去 在当中成为一个叫做大卫的城 大卫的保障 在那里建立他的宫殿 这个成为全国的在政治上 可以说是成为政治中心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那个期间 菲利士人因为看到 这个邻国 这个犹大国有新的王 也都一占强盛 他们这帮菲利士人 当时的中东 叫做强权 强国 严格来说是他的军事力量 比当时的 以色列国 要不然 因为素罗就不会和他三个儿子 被他 这个是 战败杀死 趁大卫打算 这个蜡烛 还没找到 他就去 聚集 来攻 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 这个是 这个是西南 叫做利弗阴谷 大家记得就是 来到攻打 这个大卫 大卫就连续两次 来到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第一次就叫他正面迎敌 在当中我们看到 就击败了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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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将这些以色列人 交在大卫的手里面 第一次去打仗的时候 这个是 用大卫的话来说 那帮菲利士人 好像水那样来到冲去 兵败而山倒 过了没多久 这帮菲利士人又集结 又来到这个谷那里 和大卫第二次的来到打仗 那 神就对大卫说 当大卫当时有一次求问神的时候 就说你在后面那里 当你听到桑树那些 树梢就是树顶 有脚步升的时候 那就是耶和华的军队 当然天使在你面前来攻击他 你就冲上去了 那这次就在后面打 可能那些菲利士人在前面 准备得很好 那又打败一次 那 到了这个时候 我想大卫的这个是声望 在中宫一带 因为你击败了最强大的 就是那个军事强国 菲利士人 在那时候 军事上 就奠定了那个 强国的声誉 就变成了在政治上 建到耶路撒冷 在军事上 那么耶路撒冷 成为一个军事的中心 两个中心 政治军事 那么宗教呢 你知道的 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呢 那方面 在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 也都佔很重要的位置 是最重要的位置 那么宗教之中呢 因为当时 蘇罗做王的时候 他就不是很重视约柜 甚至是 这个约柜 和他打仗是利用约柜 利用约柜 约柜被老 被老之后 他也都不 不拿回去他自己住的那个 家乡或者京城那里 那么大卫就想起了 这个是 将这个约柜 迎回去耶路撒冷 是一个 但是第一次迎 那么当然第一次迎 是受到挫折 所以才有第二次 他第一次已经迎了 就 就不会有第二次了 我们今天看看今天的经文 大卫又聚集 这个又聚集 这个又聚集 严格来说是第三次聚集 第二次聚集 就跟以色列人 这个非利时人 阿仗 现在打完仗 打胜了 那为什么又聚集呢 原来聚集挑选的人 有三万 当然各个代表 包括长老这些 就是全国的 三万 十二支派 每个支派都是两千多人 那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又不是打仗了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由大 将神的约柜运来 这些约柜就是座在以基路柏上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流明的约柜 这个是万君耶和华 万君就是全能的主 那这个是基路柏 就是说了他的能力 那这个是基路柏 就在约柜 两边有基路柏 就是一种 有两个天使雕刻 基路柏是天使的一个等级 那巴拉由大呢 就是基列耶林的另一个名称 这个是去到基列耶林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为什么要迎若柜呢 迎若柜就是 他要将这个 耶路撒冷 变成除了是坟事政治中心 还成为全国的宗教的中心 所以以后的圣殿 大家知道 所罗门年代就是建在耶路撒冷的意思 大家看下耶路撒冷在这里 大家看到在这里耶路撒冷 大家看不看到耶路撒冷这里 那看到基列耶林 这个就是巴拉由大 那其实呢 他原来在伯士默的 伯士默就移了去基列耶林 为什么呢 就是当以色列人 跟他抬着的约柜 我们知道在塞浦尔记上 那被这些非理事人老了去打败仗 然后约柜拿起来 那大家记得呢 在几个城 这些阿瑟基林 阿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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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靖、犹太人又围观约柜 一围观约柜就击杀了他七十天 这是没多久之前的 虽然是几年前的事 但是记忆犹新 他们就把他搬去纪念夜流 就是这样 有这样的历史 他们把神的约柜从江上 江上就是一个山丘上 亚比拉达的家台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拉达是一个利美人 亚比拉达的两个儿子乌萨和阿希若赶着新车 当然赶车的赶字是赶牛 因为是牛车 为什么不是马车呢 因为当时也有马 稍后讲一下为什么 很特别 跟这个事件是有关的 为什么是新车呢 请问他们怎么知道要用新车呢 第一新车第二是用牛来拉达的 为什么呢 他们将神的约柜从江上 亚比拉达的家台出来的时候 亚欺约在跪前行走 这是一个伏笔的 就是跪前行走 亚比拉达的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儿子在跪前拉着牛 可以说是可以说是 另一个儿子就跟着那部车 就是这样一前一后的 亦都跟这个后来的事件 这个污杀的事件是有关系的 给大家看一幅很清楚的图画 就是新车用牛来拉达的车 放在这个车的上面 先讲一下为什么是新车 并且是牛车 跟那个很出名的事件有关的 这个污杀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带位和以色列全家 就是全家就是所有的代表人 就是三万人 再也说面前用松木制的角用乐器 琴室古拔罗作乐乐跳舞 到了拿根的和场 因为牛室前提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马室前提 因为牛室前提 乌杀就用手扶住神的药柜 神也会说向乌杀发怒 因这个他的错误 就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药柜 就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 严格来说 本来很大阵仗 三万人 大家想想 严格来说 那里有个可能几千人的band 就是乐队可以说 有很多的乐器 可能说是古乐震天 因为有挪耳 古嘛 你写着 有琴 一个千人大的乐队 可以说是前后开路 也有跳舞 这个当然是以色列的历史 表示一个 这是没有问题的 表示一个 这是 争战的胜利 就是 争战的胜利 我们可能下一讲再讲 这个是 他的跳舞 但问题呢 去到一个和场 叫拿根的和场 牛失前提 我们叫马失前提 人有错手 马有失提 这个是 中国人的 我们的诚语 马有失提 牛有失提 就是 驚跳 或者 有个意思就是 一跳 变成了一部车 就不稳了 要么就向前 要么向后 就是側了 平衡不好 好了 我们没有以为 可能那些车 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叫做 四个轮 四个轮 你又比较难 很好平衡 我们知道 那个车 那时候 股市 可能只有两个轮 就是一个平板 然后中间有两个轮 所以那只牛 无论它怎么动 就可以说是 不平衡 不平衡 有一个可能就是 一向前 一向后 因为它不是四个轮 就是两个轮 你看到当时的战车 那些叫做战车 就是马拉 都是两个轮 埃及的战车 当年 最摩西的时候 都是两个轮 就算到了 罗马后来 一千年之后 甚至罗马的军团 那些马 有什么样 四个马拉的战车 都是两个轮 中国古代的都是两个轮 如果大家看出电影 叫《冰虚》 那些战车 是两个轮 那两个轮 就是说 其实那个平衡 不好 无论 那部车是向上 阳 还是向下 都是有斜阻 那 自然反应 就是 可以说是跟车的 那些人 他另一个子 在前面 拉着 他 一斜了 的时候 他怕 那个药柜 就伸手 扶着他 让他不要跌 但是因为这件事件 这个是一个错误 是 就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药柜 那这个是一个 研究来说 是这么盛大的事件 形药柜 这个是 有这样的意外呢 这个真的是大意外 这个是 大卫可能是 生平很少 来到是 第一次可以说是 那之后还有 当然是 有这样的意外 就是说 是 那 我等一下再说一下 为什么 大卫恩耶和华 激杀 乌杀 心里就受罚 就清那地方叫做 比列斯乌杀 比列斯乌杀 意思就是乌杀 乌杀 违反 就是 做错事 直到今天 那日 大卫 巨派耶和华 说 耶和华的约柜 怎么运动我自己来 于是大卫 不肯 将耶和华的约柜 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达 和别以东的家中 当然 就是在一个新王 一个 打到圣仗之后 他那个 怎么说呢 大卫的声望 就很高 因为两次打败这个菲利斯 那 迎约柜 更加的是一个庆典来的 那通常大家知道 庆典 就 要顺利 嘛 庆典就是什么 就不可以杀风景 就是这个是 庆典一定要顺利的 这个是古今中外 都是很重视那种 叫顺顺利利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实 比如 美国总统登基 很多游行 很多奏乐 很多表演 乐器 甚至是中国那个 中国那个叫做什么 马友友 大提 行家 曾经试过 好像奥巴马 还是英国 奥巴马 就职的时候 那时候演奏 这个华人的帝 事后他说 其实他在那里拉 大家电视看到 是做样子的 一早就已经录好了 就是那个声音 播出来的声音 当然他拉的时候 就不是 就是他录好了之后 他是在那里拉 但是播出来的那些声音 不是他现场那种声音 是之前录好的 所以我们听到那些提琴声 就不是现场那个 那为什么 就是怕出意外 怕那些线路突然间 有问题的话 因为你录好之后 就是那些声音录好之后 你播的那些声音 就一定不会断 一定没有意外 那这个是庆典来的 突然间中断了 没有了声音 那么多杀风景 中国人叫做杀风景 是不是 你看 古今中外 这些重大的庆典都很怕出意外 连那些音乐 中断了 都有人 就是叫做什么 异防 何况是这么喜庆 这个盈乐季 神很祝福的时光 死了的人 这个是 这个真是大杀风景 我想大卫从来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 那叫做心里愁烦 这个是 令到很多人说 我们做得对不对 那大卫是否给神祝福 有很多很多这些想法出来 那叫做心里愁烦 那叫做心里愁烦 其实心里愁烦 其实心里愁烦 原来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发脾气 生气 那生什么气都大卫 这个是 所以解经家就在这里有两种的说法 一个就是生自己气 就是这个是 生自己气 所以叫仇烦 就是很傲老 生自己气 甚至有另一种解经家 因为你没有说生哪个气 甚至是说是生神的气 就是有些道理 我想雙方都有 可以说是 就是生自己气 也都会有一些生实的气 是不是 你全国人 全国的代表三万人看着我 那么你 你将他击杀了 那 当 我不知道你 当我第一次 或者很多人第一次看这个 看这个事件的时候 都有些好像觉得 对污煞很不公平 那你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因为他站在旁边跟着车 那他扶他有个怪 如果不扶他 可能可以跌破了 跌破了也很不好 那这个是很好心的 这个是很容易 那为什么 神好像没有给予一些机会 这个是 为什么呢 其实整个过程我们看到 就是 稍后会讲一下 那大外就 那大外就 害怕了 可以 除了生气之外 第一是受罚 第二是懼怕 第三是 行动就是什么 第一是生气 懼怕之后 就是不肯 不肯 所以就 将这个仪式 这个运送的途中 暂停了 可以说是暂停了 这件 刑约柜的事件 本来 打圣仗之后 刑约柜是 一件很美的事 一件很振奋人心的事 因为大外登上皇位 也连续打圣两次大圣仗 那时候就尊崇神 那不好吗 我们叫做不好吗 人体内真的非常好 但是当中是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错误 就引致有这个好像悲剧 绝对这个是悲剧 这个乌杀 它是一个利味的 这个是祭司 那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 在当中我们学的功课 乌杀的错误 其实这个错误 不仅是乌杀的错误 严格来说 大卫也很有份的错误 大卫是因为总指挥 这些只是执行而已 严格来说 我很相信 多少人去 哪些人去 大卫在当中用什么音乐 大卫很熟悉音乐 大卫很熟悉音乐 他自己都写很多诗歌 很多歌 写歌的大卫 制造乐器 他也是 他是弹琴给素罗听 当年 他很懂弹琴的 他是音乐家 其中一个 军事家音乐家 是军乐 很多 是先知 大卫 你整个过程 他是一个策划的人 所以 表面是 乌杀是 有错误 伸了手 但是严格来说 对整个 对大卫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和很大的 要暂停的话 整个仪式 对他来说 威望 有很大的損失 所以大卫也受到惩罚 就是因为整个策略过程 约怪是代表神的同在 约怪是代表神 什么代表呢 用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好像 一个国家派着另一个国家的大使 那这个大使 你知道是 是代表了那个国家的 大使馆 就属于 会派大使馆 所以美国的大使馆 第二个国家 是有 海军陆战队首位的 因为大使馆 是属于 美国的领土 大家都知道 所以 首位大使馆 外面就是 当地的警察 但里面是大使馆 是美国的士兵 你知道 那当然 第二个国家 美国设大使馆 它也是本国的士兵 有武器的 有枪的 所以 一个是 神的同在 是好像一个 代表 这个是 他就是 代表神 所以 对神的那种 尊重 敬畏 是在药柜上的 表面上看来 好像一个柜 是不大 是不大 可能 应该是用尺寸来说 比我们想象中的不大 那 约柜怎么运送呢 其实 其实在 摩西 武警 一早就说了 药柜怎么运送了 其实是 熟悉旧约的 以色列人 甚至是 那些利美人 那些祭司 熟独 旧约 是很清楚的 将要起刑的时候 这个是 文数记 就是 出埃及的时候 在抗亿 那些四十年 走来走去 一走 会莫 整个要拿起 那些 约柜是 在智圣所 那怎么找呢 很重要就是 阿伦和他 而只把 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 都遮盖 是要遮盖的 是最上一层 有很多层的 遮盖 最上一层 大家记得是 海狗皮 那为什么是海狗皮 大家知不知道 海狗皮 其实是 防水 甚至是 虽然沙漠可能 都有机会 是2 防尘防水 遮盖好几层的 还有 不是每个人都抬过 是戈壳的 是戈壳的 戈壳的 戈壳的 戈壳是 利美其中一个子的 后代 阿伦也 也是 阿伦做大祭司 但是阿伦和他的子孙 都不是抬过 另一族的人 当然这个利美族 就是戈壳的子孙 要来抬过 是这么严格的 指示不可摸成物 不被摸 说明不被摸 免得他们死 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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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柜那些摸 就会死的了 一早就趕了 就好像 那些 就是我们教会 正堂的 側面 就是有些高压 电压 高压 我们会 贴一个 牌子 写着 是什么 就是一个图 好像闪电 那样 就叫你不要摸 现在有电工压 你摸下去 没很大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摸 你就明白 为什么这个 乌萨 神 为什么这个力道 是 因为一早就说了 哪个台 就不能用车来运 是这样的意思 再说 用人台 和用车载有什么区别呢 那 还省水省力 这个是 为什么要抬 但是 这一季的设计 它有两个滑 两边两个 就有一条钢穿下去 它也是用来抬 本身是 这一季的设计 有一条很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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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来圆的木 当然是用来抬 很长的 这个第一 第二 就是 抬 那 它的约柜就在人的上面 是代表什么 代表 人呢 是顺服于神 这个约柜代表神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 所以抬的意思就是 那些博弈去抬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 你看 中国人 台轎 是吧 那你说 你说 台轎呢 你说轎里面的人大呢 还是台那个大呢 这个不用看 东方人是这样的 这个是 是代表那种尊崇 就是这个 代表那个上面 那个权柄 那用车载呢 不是 各样各样都需要抬 但是用车载很多时候 是货物 是用车载嘛 那你把药柜变成了一种货物 就是可以随便操纵的 其中一样的货物 当然当时 如果是 在文数记 很多东西都是用车载的 这个大家知道 唯独这个 这个药柜不是 那这个就很特别 是不是 那为什么药柜不是呢 一定有它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用人台呢 就是在态度上 和用车载就很大区别 你就明白 这件事一开始就错了 这个错不是说它伸手扶 当然伸手扶是一个 因为你开始错了 如果你用台呢 是不是 我们想一下 就很少有这件事发生的嘛 台那些人嘛 你和穿着个缸 那你 比较来说安全很多 因为牛呢 会惊吓 他说 他控制不了 可以说 牛是 这个是 而且 一部车也不玩 只有两个车 如果四个车可能很多 但当时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错误一开始 其实就是 所以都是大卫的错误 用车载 可以当是其中一个货物 这个是 错得很紧 也都看到大卫两次打仗 他去求民杀 但怎样再呢 其实应该知道的 特别是乌杀 他是其中一个 保管 这个是 约围的家庭 起码都是祭司的 他们是熟悉的 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 为什么那么忽略忽视呢 所以证明 其实这一件事 证明就是当时整个以色列国的那种 敬畏那种淑灵的混乱 那种对神的话语那种的不尊重 其实就很普遍 包括祭司的财图 那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用新车 用牛来拉呢 原来有个典故的 为什么用新的牛车来拉呢 就是在这三号议记上 六章七节的时候 大家已经说了 一个典故就是 就是当这个药柜秘鲁的时候 令到那些菲利士人 来到有大灾缸的几个城 那他们最后就叫那些占卜的人来说 就是怎么办 那些那些 那些术士呢 当时的菲利士人 就经过占卜之后 让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那这些是那些术士说的 对那些菲利士的那几个王说 现在你们 应当做一辆新车 新车 将两只未曾抚握有语的母牛 套在车上 使牛族而加去 离开母牛 把耶和华的约柜 放在车上 将所欠陪罪的金物 装在盒子里 放在柜旁 将柜送去 他说如果这个是真是 有神在他们当中 也有个办法 他说 那办法是什么呢 就要那只牛族 为还要吃奶的那只牛仔 困住它 看着没有说肯不肯拉 通常没有说不肯拉的 因为挂着那只牛仔 这个母性天性 他如果肯拉 就有神的灵 他说 就真是神令到我们遭殃了 所以有新车 有这个母牛 原来 以色列人是知道这个典故 那次没有事 那次平平安安 有事反而是什么 是围观那帮以色列人 所以有样学样 本格来说是 因为有解经家当然也说 戴卫和他有几百跟从他的 就住在菲利市很久了 为了逃避 这个掃落的追杀 不多不少 不知道是不是学了 菲利市的一些风俗 用熟势的 所以这个也提醒他们 用熟势的方法去示范 就是这个世人觉得很棒 那为什么当时 神又不击杀那帮 放在约为在牛车的那帮菲利市人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没有律法 所以你看神 其实不是这么严厉 摸摸摸摸摸就 就击杀污杀 那污杀好像很不值 那当时为什么不击杀菲利市人呢 其实神是有因 你不知道 你又没有 这个律法 不是给菲利市人的嘛 那这个乌杀就是 第一可能明知故犯 第二就是知道 他轻忽 疏忽 反正都是一个错误 说明是死的嘛 所以现在难怪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动机很好 好 在当中我们看到 神又来到 怎么说呢 严格来说 神是 经过这个错误 其实是教训当时的 以色列人 我的话语 我是说真的 当时很混乱 那些对神的那种敬虔的心 那为什么这么严厉呢 即时击杀呢 那我们回来看看 但是有些历史事件 就是以色列在历史上 和这个教会历史上 一些关键的时候 是用审判 是用这个很严厉的审判 来归这个耶和华的 有两个事件 一个讲新约 一个讲旧约 不止一次的 当然是 大家记不记得 当阿西上西荔山去领寿 第一次领寿十届的时候 四十日没回来 山脚下就 这个约书下在上面 等他 他两个离开营地 四十日没回 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 这件事 那件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摩西下来 甚至将那两块法版 十届竟然扔爛了 然后神说 你将那个什么 将那些金牛 磨碎了它的金粉 要那些以色列人 喝下去 喝那些 审判就是 叫利美 那些人的子孙 一天 杀了三千人 因为这个错误 因为那时候 是出埃及第一次败牛仗 以色列人又回到埃及那种信仰 因为他以前见惯埃及人败 所以 在这个关键时候 如果 任凭 以色列人这样败下去 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这是一个审判 今天一个人 就全部审判 另一个就是说新约 新约 大家记得 知道行专第五章 刚刚教会成立 繁物公用那时候 是不是 卖了田地 然后就 兼给大家公用 繁物公用那时候的教会 有一对夫妇 就叫阿拉利亚和薩菲拉 他又卖了田地 又把一些银钱 兼给教会 但是他们才留下一份 当他来到这样的时候 彼得就 欺控圣灵 你这么说谎 圣灵 那时候 立刻将什么 将他做丈夫的阿拉利亚 击杀 并且 手后的太太再进来 也都死了 两夫妇 哇 这么严重 一比特说了 其实你卖了一万元 你留下二千给自己 三千四千 没问题的 不过你说明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拿来揀一教会 也都没问题 你不买都没问题 人家来说是没人逼你去买的 但是你是 你是说谎 你是欺控城 你以为你做的事 没人知道 但是实不知道 在这个历史的 关键时刻 神是审判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有这个历史 其实 这个是大卫 凝约桂 是一个 人家来说 是要振兴 整个以色列人的灵性 那种的复兴 但是 当以色列人做错事 不够敬畏神的时候 轻忽神的话 的时候 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是用这件事来 提醒以色列人 所以不是神 这些严厉 阿拉利亚 薩菲拉都是 在当初 令到很多人害怕 整个整个教会 当时以色列人的害怕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不能够欺控的 骗神的 神是圣结的神 这个不单止是 对当时教会 对后世教会 也对我们很大的警醒 当然神不是每一次 人做错事都要激实 那我们就没有空 我们也不会坐在这 但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 这次的乌杀事件 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因为神重新要来 復兴以色列人的关系 復兴信仰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些 一些省思的 张若贵 本来是神所喜悦的事 这件事是很好的事 人的错误 导致悲劇的发生 你如何讨致神的欢心 避免违背他的心意 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侍奉神 侍奉神是一个很美的事 但是用什么方式去侍奉神呢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喜好 用自己很多的经验 甚至用熟悉的方法 来到达到一个走捷径 我们很多时候说 只要做到就可以了 做到一个效果出来就可以了 有很好的效果 就是用牛车去 運这个药柜在耶路撒冷 是否又快又好 可以说是 那当然不行 你只是想药柜 運到耶路撒冷 目的一样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 其实神是注重那个过程 注重整个人的心态 你开始心态错了 轻忽神的话语 轻忽神的教导 觉得神说的未必是真的 有这种态度 其实大佬当初 这个是当下说 神岂是真说 你以为神真的这么说吗 说一下就有时候未必 未必就未必了 食的日子必死 所以当你违反的时候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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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用神的方式和心态都很重要 我们信仰中是否还存在对神的敬畏呢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就是在大规模的敬畏里面 大规模的敬畏里面 大规模的敬畏里面 三万人 千以上的师班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候 很多人很喜欢那些大型的敬畏 神一定以我们同在 经历到神在当中 因为当时的情绪 人的情绪是最高潮的时候 不单止是这么多种乐器 还要唱歌 还要跳舞 这个时候人的情绪是最高涨 人觉得是神来我们很勇气 但是人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神仍要审判对他的 在这个敬拜的高潮 神仍审判对他的不敬畏 神这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知了呢 还是我们注重很多的形式呢 提醒我们其实是 神真正看众的是什么呢 三万人的敬拜 你看这些时候 就算是现代 又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神其实不稀罕 神不是看这些 人是看这些 所以你去一个三十人的敬拜 你去一个三十人的敬拜 我们的情感是不同的 我觉得三十人的敬拜 神就在当中 我很有感动 因为那些唱诗 很打众我的心 但是神不是这么看的 弟兄姊妹 神是真正看 参加的人 有没有敬畏 那我们今天 我们敬畏 我们敬拜神 我们侍奉神 我们有没有存着一个敬畏 提醒我们 我们很多方面 我们来接受 神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和事物 我们很多的遭遇 我们有没有存着 我们当中 我们有没有在当中 谦卑的来接受 来尋求神的心意 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有否首先 来认识神仙 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求主帮助我们 好,我们今天的主要学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 口告 因此 多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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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恩 让我们今天 有这个机会 一起 来读 《三母乙记》下 第六章 《乌杀》的事件 在当中 你提醒我们 你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要 对你 认识更深 对自己 这个心态 事奉的心态 事奉的方式 来到 有很多的学习 很多的反省 以至我们来到 在献给你的 是蒙越纳的 因为我们 在当中 我们是有敬畏的心 祝福 每一个事奉的 大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 在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大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主要学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我们同一时间 我们来到 我们继续学习神的华尔 愿神祝福大家 祝大家平安 以大家同在 再见